这个视频咱继续讲线段计算的事 大部分计算都会给你具体的数字 你只要算一算就能搞定 如果没有具体数字 而是给个字母 那该咋办呢 比如这个问题 已知线段AB 点D是AB的终点 AC等于AB的三分之一 设AB等于X 求DC的长度 这题一个数都没给 可该咋办呢 没关系 不是给了X吗 把它当成数就可以了 AC是AB的三分之一 那它就等于三分之X D是AB终点 那AD就是AB一半 也就是二分之X DC是线段AD减去AC 看看你刚才标的数 AD是二分之X AC是三分之X 那DC显然就是它俩的差 结果是六分之X 找定 如此看来 只要给你一个X 你就可以把所有线段长度 都用X表示出来 这绝对是线段计算的大招呀 那就打个怪试试吧 看看这个题 Oh no 又没有图 没关系 咱自己画 以至线段AB 你就把AB画出来 延长线段AB至C 是BC等于二分之一AB 那你都延长AB 去BC是AB的一半 找到点C了 反向延长线段AC至D 是AD等于三分之一AC 还记得反向延长是啥不 对咯 就是向相反方向延长 反向延长AC 即延长CA 去AD是AC的三分之一 这就找到D了 线段CD等于8 求AB的长度 把树干到图上 CD是8 求AB 这两条线段 啥关系都没有 这可怎么求 别忘了 咱有大招 X军 既然求AB 那就设AB是X 如果能用X 把CD表示出来 那不就搞定了吗 咱来试试 BC是AB的一半 也就是二分之X AD是三分之AC 那AC是多少呢 显然 AC就是X 加上二分之X 也就是二分之三X了 那它的三分之一 自然就是三分之一 乘二分之三X 算一算 就是二分之一X 你看 所有线段都用X 表示出来了 等等 重点是CD呀 别着急 CD不就是AD加AC吗 写成算式 就是二分之一X 加二分之三X 于是两者相加 答案就等于2X了 既然CD是8 也就是二X等于8 X就等于4 这就是AB的长度了 怎么样 简单吗 以上就是列方程 求线段长度 我来给你总结一下 遇到无法直接计算的线段问题 要设其中一个线段长度为X 然后把相关的线段 都用X来表示 最终得到一个关于X的方程 解除X 一切就搞定了 就这样 亲子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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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